神秘卷轴 直钻 松青泰老师 我问你 这卷轴里到底写了些什么 好像是把什么东西的制作方法 跟其他做事的方法混在一块了 我知道了 这是我这个职业厨师的直觉 把这上面的文字串联在一起的话 会不会是只把脑奶加入锅子里熬煮 这会做出什么料理呢 那么残足刚上呼吸的意思呢 用你当忍耐的直觉想啊 自己想 用我当老师的直觉想的话 另一份卷轴好像是写着火气跟药的事情 那还有一份呢 是健康体操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完成了 大师 完成什么了 我照卷轴上面的指示 把牛奶倒进锅子里熬煮 结果做出了罕见的东西 大家快过来看看 这是什么 味道味道好香 新兵卫 你来试吃看看 哇 哇 那我就不客气了 吃什么味道 吃起来好像七十蛋糕 这是把炼乳凝固起来的东西 好像叫做酥 酥 酥 一面快速吸气 一面快速吸气 一面双手望下并举 重心放在右脚 两手举到头上 松千代老师 健康体操的部分 请一面变出来啊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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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千代老师 我做出了这种东西了 我看看 挤压铲除了毒线 把挤出来的汁液聚集起来 这种汁液干燥之后的东西叫做蝉酥 飞烂猪 可以当作止痛药或者是解毒药 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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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 我猜应该是火气的一种 蝉酥 蝉酥 这么说 可以吃到 心灵味 这哪像柿子啦 这不是柿子 是火气 火气 这样啊 这个东西叫做飞烂猪 飞烂猪 没听说过那种东西 那 那 那个 我来说明好了 一旦把这个东西点燃 往敌方投植 它就会以头先落地 一旦碰撞裂开 就会整个烧起来 尤其是用来攻击船只的时候特别有效果 飞烂猪啊 误完 那么做很危险呢 你说那么做 是不是这样吗 里面如果没装火药的话是没关系的 问题是 我不是 里面装了火药了 冷静一点 只要导火线没点燃的话就很安全 可 可是 心灵味 难不成 就是那样 该不会 导火线已经点燃了 心灵味 讨厌 不要你要看着我 人家会害羞 心灵味 现在没吃害羞了啦 不不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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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了 要是掉在地上就会爆炸的 当我们点回飞烂猪 马上就掉下来的了 不知道还有没有定食可以吃 那要看大伞的 就算没有 它也会涩化做得吃的吧 想想命 刚刚那个森林斯 听起来好像是食堂那里 发生了爆炸 他怎么写暗座 沉坐一点 善天老师 读经老师 食堂大神 宋千代老师呢 学密 会不会觉得自己要负责任 要跑去躲起来了 在那边 宋千代老师 好害羞 宋千代老师 对不起 我跟在旁边结果还发生这种事情 宋千代老师 头巾烧起来了 好烹 находится 好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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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千代老师的头发 这样好像真空包啊 真是不好意思 擦脑筋 大家的脸都好狼狈 而且物丸是最惨的 洗洗就好了啦 浴室里面到处都是泡泡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泡泡里面好像有人 因为被人看到裸体会很害羞 所以我总是把浴室弄得都是泡泡在泡澡 我们也睡吧 等一下 要关灯了 OK 糟糕 我们忘记写图形老师出的作业了 各位回去的作业是忍旦之友第32页的问题 作业 今天快累死了 没力气写了 我也是 可是不写作业的话 三个人都给我留下来课后辅导 还是乖乖写吧 还真是的 为什么偏偏在今天要出作业呢 受不了 可是 梦景哥 只要打开热蛋 只要 马上就会消失 真的不行了 还真是的